大家好,我是一扬 现在有很多人都有激励减退的情况 想要去做的事,转身就忘 这期我们就来分享一套大脑保健操 给锻炼强化大脑功能 这套操有四个动作 分别是手部、肩膀和脚部的动作 练习的时候,左侧和右侧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动作是两手张合 下面我就来说一下具体的做法 左手打开的时候,右手握拳 然后左手握拳,右手打开 这样重复的做这个动作 有人会说这也太简单了 别急,这个动作的重点是速度 能做多快就做多快 这样做30下 第二个是脚部的动作 就是抬脚尖和脚跟 如果这样同时抬是非常简单的 可以跟我做一下 同时抬脚尖、抬脚跟 现在来增加难度 就是左脚抬脚尖、右脚抬脚跟 放下以后,左脚抬脚跟、右脚抬脚尖 这样两脚始终做不同的动作 如果觉得简单,我们再来增加难度 这就是加快速度 做得越快,头脑就越灵活 同样是左右脚各做30个 第三个是肩部动作 两臂分别向前向后画圈 左手向前画,右手向后画 然后换手臂,调整方向 这次是左手向后画,右手向前画 同样也是做30下 接下来我们做第四个动作 这可以说是两种动作的结合 就是拍膝盖和拍后脚跟 需要两手和两腿的配合 抬起左腿,右手拍左膝盖 再抬右腿,左手拍右膝盖 做完这个动作以后 再接着拍后脚跟 腿向后踢 右手摸左脚,左手摸右脚 同样是做30次 慢慢地等熟练以后可以加快速度 再来做一遍 前,前,后,后,前,前,后,后 这套动作适合各个年龄端的人练习 每天做一做,可以锻炼我们的大脑 好了,这期的视频就放在这儿 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杨,咱们下期见